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那光復你是 你導遊過年有休息嗎 我以前生涯前十年 都在做旅行社的主管 就是做那個 就是一般的管理人員 一般的什麼 一般的管理人員 就是專門名字叫線控 對 就是負責 負責來的旅遊線這樣 那時候負責東北亞的旅遊線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正好前一年 正好日本線也有問題 所以我去整頓 然後那一年我就生意 也把它做起來 原本的生意就不錯 然後我再去雇了日本線 日本生意的生意不錯 就蠻好的 然後過年前 我們總計就把我約談 結果說你表現很好 那時候當時我已經 所有經理裡面 我直擊是最高的 然後他說明年可能還會再幫你再生錢 我想說會不會生太快了 真不好意思這樣 但是還是暗爽 有人這樣講會不會生太快 就可能覺得還不錯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所以那一年就還不錯嘛 就開始規劃那個過年去哪裡玩 那當時過年的時候 我們正好我們旅行社有包了很多的 國內五星級的飯店的房間 沒有賣掉 所以到最後就是叫我們主管 每一個人大概每個人就是認領 就是買 就是用我們都有那個員工旅遊的 quota 額度嘛 就拿來認領就是買 然後我就買了一個那個宜蘭五星級飯店 而且我只花了五千塊錢 在這個飯店平日都五千塊做不到 當時是大年出了五千塊 我就買到這個房間含早餐 然後他的我是沒有帶小孩 不然很可惜 因為他的一樓都有那開那個 跑跑車的那個 薪子活動場所 非常棒的地方 好就回去之後就等升職嘛 就是等升官 等升官嘛 總經理要幫你升官 對不對 就等升官 沒有想到過完年 還沒有過年那個時候 回去的時候就得了一個流感 其實那叫小新人知道嗎 你得到流行性感嗎 對 在過年期間就得流感 這壞的兆頭 就壞兆頭 對 就很清楚就是你的運氣不好了 對 就開始 就在轉運的時候運氣不好 那一年正好是我的本命年 結果回去以後就等升職 那能力一直沒下來 就很奇怪 非常的奇怪 所以就去跑去算命 算命老師竟然跟你講 跟我講說你這個升遷無望 說怎麼可能我的業績這麼好 怎麼可能升遷無望呢 然後他又講說可能不是現在不好 你要不好八年 他說你要連續不好八年 我就覺得他完全不準 你知道嗎 後來回去之後 就很多事情開始發生 就是很多那種人事的問題 扣捨 就是等於像我們命理上說 就犯官服 就很多不該你的事 事情就歸到你頭上 你也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本來你業績怎麼做 怎麼有 那一年呢 我記得韓國出現的 那個H9 H7N9 H7N9 流行性感冒 對所以我的等於是我負責的兩條線路 一條線就整個停擺了 所以這個行政 政治責任到我身上 這哪能怪你啊 這哪能怪你啊 對可是有時候看風向嘛 你犯官服的時候 政治責任一負下來 你也受不了 所以就掉單位了 掉單位以後也不順 後來 我竟然就在隔年 我就離開了公司 我身前沒有升到 然後就隔年就離開公司了 算來八年 第八年就今年 今年碰到什麼 今年碰到那個新冠肺炎 所以我大概就等明年看有沒有機會轉 但是這八年下來 而且最重要是我後來要走那一年 我走那一年是2014年 2014年至少是我們勞動家 業績最好的那一年 我走之後的每一年 業績就越來越差 到新冠肺炎 就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的勞動家竟然還異主了 真的啊 郑大哥你知道是哪一間了吧 對對對就異主了 對所以 所以當時那個飯店我住的時候 我每次去那邊吃那個櫻桃鴨的時候 我都有感慨你知道嗎 都有感慨你知道嗎 就是我 就是曾經我的人生 職雅當上班族的高光時刻 因為後來我都慢慢轉了幾個喊 跑道之後我就創業了嘛 自己做的還不錯 現在碰到新冠肺炎 那個是我當人家上班族 受薪員工的高光時刻 我跟妳講妳要脾氣太來了 八年快過去了 因為武漢肺炎快過了嘛 對對對 那我們先請教志偉 這個你帶小孩出去玩 你覺得跟狗比哪一個比較麻煩 我覺得應該帶小孩跟帶狗 都還滿麻煩 特別像這種大狗啦 那但你真的要想 小孩又有分 如果是小寶寶的 我覺得還OK 因為牠不會跑 不會亂跑嘛 對就抱著嘛 你有分嘛 那分這種可能念小學的 或是念到國中的 那如果以我的狀況來看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現在 如果要我帶小孩跟帶狗 我可能帶狗多一點 聽說你有一年過年 回屏東過年 你覺得那是一場驚魂記 那個真的是噩夢 你知道嗎 因為那一次我是帶小孩 又帶老人 那你同時帶老人跟帶小孩 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因為那一年我之前都是開車回去 因為小孩是 我那時候 我們家老二是大概一歲多 他可能還要坐那個學步車 娃娃椅 那老大是四五歲 四五歲就是那種鬼見鬼 鬼跑人見人險的那種 就是活動力很強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沒有坐高鐵 我就是開車 那你已經塞車回去了嘛 那那一年就是會討論說 所以大年初要去哪玩呢 那你就要想說 小孩可能他比較想要看的就是 要嘛他要是去有遊樂設施的 要不然他就是要看表演的 或是要有DIY的 那因為老人 我媽不喜歡去遊樂園 我媽說去遊樂園 根本不是去玩 是去看人 被擠這樣子 他不喜歡 因為他覺得那個對老人 受罪的 對 是受罪 那所以我就說 那不然媽我們去那個海洋館好了 可以看海豚的表演 還有魔術秀 看一堆魚 我媽說這好 這好 這不錯 他也沒去過 那所以那時候就是我就載我媽 然後還有兩個小孩跟我太太 然後我們還有我姐 我們就開車 其實如果不塞車從我家 我家是住在高雄靠鳳山 到屏東不到 到海參館不到一個小時 快 你開快一點就到了 結果你知道我去拍了四個小時 我的天啊 然後我早上八點就出發了 那我到了十二點才到 那你知道你塞在車身當中 那一年的過年 不知道為什麼又特別熱 因為我們在南部嘛 那不是天氣冷的 所以你在過程當中呢 就大家人又多 因為一共六個人嘛 就很擠啊 擠在一輛小轎車裡面 擠在我的車子裡面 然後就等一下子這個說 爸爸我要上廁所 一下我媽又說 他頭好暈想吐 你就光去沉 就已經很受不了 對 結果後來我們到的時候 終於到了 你還要找車位 對 那這個其實都是 我們可以預見的 因為過年你擺得去哪兒 都是人嘛 那我們就找人的問題 因為帶媽媽跟小孩嘛 那還有老婆 那我一個男生 我要雇兩個小孩 雇一個媽媽 還要雇太太 我唯一不用雇的就是我姐 我就跟我姐說 你可以雇媽媽嗎 我雇我的家人 我姐說OK 後來呢 我媽就是我姐去買東西 我媽就跟我說 她想要上廁所 她也是去著看到人 你知道看到人 就很浪費 我媽就是看到 滿坑滿國人 她就會開始說 我就說不要來這裡 我說你當時有說 對不起 我這個插個話 我覺得特別是 人很多的時候 女生的廁所 我覺得對女生很不公平 因為我們 女生在那邊大排長龍 然後又濕答答的 對不對 難道不能夠以後的 男生廁所是三 女生廁所是七 應該要這樣才對 對啊 因為男生真的上廁所比較快 那那時候我就說 有嗎 你有說 你不是說很好 我媽說沒有啊 第一時間我說要去衛舞營 我媽就很喜歡去那種 不用花錢 很空曠 然後就出一個 你的超小的有沒有 還是說白布 在那裡也參聊的 不錯啊 我媽就喜歡這樣子 所以我有好幾年的 大年初一都這樣過 我媽說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用去跟人家塞車 就是因為那一年 那她我姐去買東西 我媽就說她要去上廁所 我說 廁所在那邊 你要我陪你去嗎 我說我媽說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 可是我跟我媽說 她繞來繞去 我很怕你走丟 那她那時候又沒有手機 有時候老人家就是 不用手機 她又沒有帶手機 她說沒關係 我沒有那麼笨 我不是小孩 她就去尿尿了 然後她去尿尿 我故 我老婆推小的 我牽著大的 但是我明明就牽著她 她為什麼她不見 我們家老大怎麼不見 我不是牽著她嗎 她就是那時候有 我有買那個什麼 綁走私的 就是綁著小朋友的那個 結果她斷掉了 她跑 她背包 她就斷掉 她就不知道跑去哪 那我又想說要等我媽 又想說要找我兒子 那大人 你應該不用太擔心 我就去找我兒子 一天那小孩子走私 那我心情就急 都是人 然後我就很怕她被拐走 視你瞬也不太懂事 我就到處找到處找 然後還要怕被老婆發現 你知道嗎 不敢跟老婆講 不敢講 那一定要先把人找到 對不對 到處找到處找 然後 但是就是一面而來的 是推著娃娃車的老婆 我老婆推娃娃車過來 我就也躲不掉了 他說 上映呢 我說 去尿尿 去尿尿 你還不敢講 不敢講 因為講的就是 會被罵死 哇 太急了 太急了 太太 後來太太還是不知道 我真急了跟熱鍋上的螞蟻 找不到兒子 然後太太來 你還要故作鎮定 因為 不能讓他發現 不然我就完蛋了 兒子呢 老大有說 去尿尿 你媽要帶她去 對啊 對啊 好 那那個 那你姐呢 我說買東西啊 那 那現在我們在這邊等他們嗎 人很多耶 我就說 那沒關係 你先帶那個蕾蕾 先去旁邊 然後我去找我媽 然後我就說好 結果後來 我呢 就去找我媽了 我想說 要往廁所方向找 先把她 因為你要偽裝 要偽裝的像 我要去廁所 我怎麼往別的方向跑 不可能 因為我太太就看著我 我就去 那我去了之後呢 奇怪怎麼 在外面繞來繞去 沒看到我媽 然後我 我姐就打給我說 你有看到媽媽嗎 我說不是 她去上廁所 我現在廁所在等她 我兒子也不見了 然後我姐就跟我講說 對啊 她也找不到我媽 因為她 她有跟我媽講說 上完廁所到哪裡等她 結果就一個老的 跟一個小孩 都不見了 就掉兩個 我覺得心情比較平靜一些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要不要去廣播 我就趕快跑去服務臺 當然都是要趁老婆不注意 我就去服務臺說 我的小孩不見了 然後還有我的媽媽 我也找不到 那可不可以 你要怎麼廣播 狄志偉的兒子 狄志偉的兒子不見 請大家一起找 就是講小孩的名字嘛 講媽媽嘛 就說在服務臺等你 那看看會不會來 那你猜猜就會聽到嗎 對啊 但是我已經無記可思 因為太多人你找不到 如果真的不見怎麼辦 所以我就跟我姐說 你現在到服務臺來 我繼續去找 然後我就繼續找的時候 我就遠遠看到 這時候狄志偉的太太 就去跪台廣播 狄志偉你給我過來 沒有 更慘 我看到我老婆 帶著我們家老大 狠狠的 餓狠狠的 從我這邊走 對 然後而且她一邊走 一邊在哭 因為要找到 誰哭 小孩在哭 然後老婆當然也是心疼 就跟我講說 她不是去上廁所嗎 為什麼會不見這樣子 她就以為我媽沒把她帶好 我說沒有沒有 你誤會了 因為我媽也不見了 其實是我媽去上廁所 你看她的繩子是斷的 然後我老婆就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帶小孩 就知道給男人帶小孩 就是會出狀況 這就講對了 以後小孩都給女人帶 對嘛 是不是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後來我媽聽到廣播 她也不知道服務臺在哪 就一個一個問 問到後來找到服務臺 結果你知道差不多那個時間 比方說三點要去看海豚秀 已經三點半了 還有沒心情了 不是人都 人不見了你怎麼去看 然後就變成是說 海豚秀也沒看到 票也沒辦法投 因為你沒進去嘛 然後就媽媽也不開心 兒子還好有找回來了 但是老婆也不開心 然後我姐也不開心 那我就覺得 那我不是很倒楣嘛 我早知道我就不要提說 要去海參館 所以以後就是過年要去哪玩 我都不敢提說要去哪玩 我都問說 媽媽你想去哪 老婆你想去哪 那因為如果去了有什麼狀況 不好玩 東西難吃 或者是怎麼樣的狀況 都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我那一次的經驗 就告訴我說 真的 明知山有虎 你就不要像虎山形 你如果真的要過年去哪裡玩 你除非小孩都長大不跟你 他要跟同學去 你就讓他去跟同學去 你自己可能跟太太 或是跟先生帶帶小貓 找狗啦 也OK啦 就至少壓力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 小孩的過年最快樂 不是你家裡去海參館 也不是家裡去迪士尼 是一段小孩 在那裡玩 做會 然後在那裡 米小槌打滾 他們最快樂 玩到頭髮都失掉了 對啊 那是我們小時候 現在沒有那樣的環境 給他們玩 好 志偉 新年驚魂祭 還好啦 不過還好 就小孩有找回來 不然現在在乞討 很可怕 那一陣子真的有流行 那樣子的傳說 對啊